是來關心 路動部涵管公共 為特別改善飯店夾車 缺工的問題 有幫忙 請家人員連入去 就業奉案有提供補助 不過已經推動一個過了 品車率只有六趴而已 路動部是願望說 夾車可以降級標準 不過夾車是願望政府 可以開放第一期的儀館 來自最基本扁桑的服務 因為這樣吃湯真的 改過缺工 設備品車 入了九里館的房間 進出七度 補充比拼 再看來這麼簡單的房務 拼勺率率很欠人做 路動部就更縮小房務 拼勺率的人員 放置業後改善缺工 扣代就業奉案 統計符合奉案 有七十三經理貫 三百六十個工作 但發電視推介三百十一的人 入這才七十九個 共用率這六點一% 雇主他們這邊反映的意見是說 主要是這些求職者 他們在體能 健康條件並不符合 另外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他們在技能跟徵兆上面 也不符合他們的需求 我們也要看是說 那是不是這些高年齡層的 這些朋友們來做這工作的時候 是不是來適合他們去做 那我們也要考慮這些 負荷量的一些工作 那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還是非常歡迎 他加入我們的工作 陸館脅說 有一點點中長 能夠來得永福有限 那還不如說 我們不要這樣子彼此互相脫模 乾脆引進外籍移工 然後讓我們的櫃檯員 專心做櫃檯 陸館脅是建議說政府 最好是開放地區 以降來保險的人力 才能對到 疫苗開放的路由市場 不只一個政策問題是 派改善 記者綜合報導 透過7月份